高雄三明區在最近晚間 一棟公寓起火燃燒 曾消到場搶救 但屋子裡頭堆滿了雜物 甚至高到的天花板 導致了消防員必須要先合力接龍 清除雜物之後才有辦法搜救 最花了一個多小時在廁所 找到受困的屋主 但是人已經是去呼吸心跳 趕緊送移搶救 公寓竄出陣陣白煙 消防不敢大意 趕緊不水線 但想進到屋內搶救卻很困難 女屋主疑似就受困在內 但裡面滿是堆疊雜物 消防員只好排排站 土法煉綱 合力將物品全都搬出來 屋內堆滿各式各樣雜物 甚至高到天花板 搶救困難 雖然僅消半小時就將火勢撲滅 但遲遲沒有找到報案的獨居女屋主 最後耗費快一小時清除空間後 才發現人就受困浴室 已經失去呼吸心跳 趕緊送移搶救 裡面蹲得太多東西了 真的太多了 就是說要先把東西挪出來 我打他電話無法取得聯繫 所以說我們懷疑可能屋主待在室內 他是在浴室避難 避難 發現的時候 無呼吸所以說隨機送移急救 火警發生在30號晚上 高雄市三民區建五路移動公寓 消防初判疑似屋主用瓦斯爐石起火燜燒 屋內塞滿各種雜物 阻礙寶貴救援時間 女屋主仍在搶救中 詳細起火原因還要調查 這個高雄市中的報導